如果说U19实青赛失利是因为主教练不会喊暂停 大运会南篮输台北是因选人不当缺乏主攻点 那么这届U18国庆队或许才是球迷期待的样子 前不久由CBA著名横操指导刘维伟带队 杨汉森王具杰和但后然领先的U18国庆队 在热身赛中以碾压的优势连胜华师大 北体大和中国香港东方南篮 其中不仅46分血虐华师大 更是81比54大胜CUBA四强水平的北体大27分 同样舰队晚备战时间短 为啥这支U18的比赛打得这么轻松血液 据悉这届U18已夺得2.22全国U17冠军的青岛国际南篮为班底 共有杨汉森宋文浩等6名青岛南篮队员入选 其他10名队员均选自全国童年龄段中的佼佼者 管子毅张浩博以及广东青年队空卫杨毅 潜力行星张华飞均有入选 以冠军青岛南篮为班底就保证了这支队伍的体系 不会出现大运会上防守没纪律进攻没有主攻点的情况 同样以杨汉森为内线牵势点 加外线三分开炮的进攻体系 在诗青赛上的威力也是咱球迷有目共睹的 更何况这次外线还有身高1米95 B站2米03 投篮和跑跳能力俱佳的风味摇摆人张华飞 可以说这支U18从进攻到防守 都是之前的男男所不具备的 更为重要的是 主教练刘薇伟在CBA 无论是浙江还是青岛 刘志导都能快速建立球队营球文化 注入不服输的性格在打造青年军方面 放眼国内更是独一党 执教水平和临场指挥能力 更是陈磊寒灯之流不能比的 8月6号到8号 这支U18将在热身赛迎战青岛 山西和广沙队 接下来8月中旬将参加蒙古举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 成功或失败 未来结果如何虽不好说 但起码这次的U18国庆 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